我們要雙方的先發攻守名單 漢陽大學推出的是 前鋒、虎向泉、金敏禎 Bosuk、宋秀賢、李向劍 台灣市大則是由簡家瑋、林士軒 周桂宇、蘇士軒跟榮毅森 來擔任先發Starting Fight 要釣住 不是 是 都可以打板 對 圈數動作都相當的流暢 要知道 韓國實際上是一個排他性 台灣性很強的一個社會 你作為外籍球員來自於 有一個困擾 所以在UBA賽場上 沒有太接觸的一個表現 就比較可惜 來 來 來 第高位擔任控球前鋒的角色 龍毅森 藍裡莎 靠開之後 也是用打板的方式 這邊來的攻擊的速度相當快 世大也很快 冰臉前下 周桂宇從外圍 每個攻擊端的重責蛋 都放在一號的譜向全身上 你也可以看到在整個師大這邊 好球 反應手的走位 不離時 都是在籃框附近的一個周 周圍 而且他出得很輕鬆 好痛啊 又是一個妙喘 換了非常多的動位 但是剛才並沒有跑出空檔 周桂宇 球幫你東用拳 有人說 當你真正會打籃球是 你開始懂得會傳球開始 所以其實我認為 在周桂宇 他從在高中階段 你就可以看到他有 而且他單球出手的彈道 這個機會都是一樣的 現在位置是不同的 好球 藍底靠但是他的左手上來 太陽之邊 他們在半場的陣地站上面 還是集中在外圍站 他們在傳切的比例其實不高 對 這邊又是穿過空檔 電梯館交給了包 過人更準 他真的很 來自蒙古 但是在韓國的大學隊 可以打到先發 而且教練是設計贈出給他的 表現你比本土的球員更準 外圍傳結 再給到湖頂的射手 這個腳步 非常靈活 現在在正面 腳墊布 因為他的選擇 很多元 他可以有第一拍的直接攻擊 甚至到第二拍 然後在師大這邊先去擺到一個區域的聯防 而且把周桂宇放在湖頂這個A1的一個位置 但即便正面來突破 董詠璇的三門 又是一個空檔 打球是PASSION SHU 一開始出的力道歪了 畢竟也才剛上來奔跑一個來回 好球 對 很期待 算是大家相當期待的一個潛力子 如果以他的這個運動能力 跟他的攻守型態 想要當蔡文成接班人的話 就不要忘了 奔樸揚將 他的一手好中距離 哇 第五個 金秉鎮回頭給秀發生的失誤 蘇士軒 二打一個快勾撞來拿到飛 他進攻點 去得分的一個狀態 全到有低角 其實並不是空檔 但是在 其實空間蠻擁擠 喔 擠不進去 反正真的跳跳 喔 哇齁 其實在三分線外 絕對是一步一驅的跟隨 哇 這邊打得 確實相當的扎實 好多 周貴瑜被逼到沒辦法 也只好以翻身跳的方式 來 劉佩 也是 走向前收球之後 小球放給 對 代表做了 剛剛他其實自己也有投射的一個機會 但看到在籃下李箱倩 機會更好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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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 突然間 周貴瑜今天第一季的三分 減少了很多師大七他的一個得分的一個重任 尤其他又是會傳球的一個球員 二波 兩波 三波的 兩個線邊的長傳 包捨 想要證明台灣的榮毅森 買到火鍋 終於要踢線球沒有抓穩 再回給拖車跟進了榮毅森 這球完成了台灣弄到 籌勁 帥 傳球非常危險 差點掉手 只有決定有外圍自己出手 好球 好球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個這樣漢陽大學 應該不說 不 不僅僅是 哇 這一球打得太簡單了 限制到BOL2的一個發揮 是做得相當的鼓出 也讓在整個師大這邊 其實得分 單截是五分的一個禮 我馬上有沒有發現 這支漢陽大學的球隊 好像他們在三分線 出球的比例 不像過去我們就吃了這麼多 對 而且也是他們射手一樣 會比較有空間 比較能夠 我們看一下這次 哇 在放球之後 偷了這一副 林士宣 周桂瑜 還有陳宥瑋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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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 周桂瑜好球 假動作看外圍 直者跟扮演 攻守樞紐這樣的角色 不過他的球傷 其實才是大家盡盡惡 在我覺得他進入到師大 整個團隊以後 他是那種非常願意幫助團隊 一起去成長的一個球員 我覺得這針對 後面是男籃 對 男籃這一點的狀況 又比女籃來得更為明顯 再較右側的榮毅森 在空中 蘇志軒自合自強 換左手第二次北京 這已經... 當然我覺得可以增加 更多的一個外圍攻擊 前提是你要有一個 不錯的一個外圍命中 因為你今天那一線 挑戰對方的一個高度的話 其實可能逃不到... 逃不到... 逃不到太多的便宜 再來就是掌控這一種 你看迫使著你的重心 一定要降到很低 榮毅森手被點掉 速度來得好快 飛快的時候在外圍 帶著扣球旋風的角色 然後在進攻方的空間 時候有點擁擠啊 榮毅森、蘇士軒跟周桂宇 就說在空間 騎得非常開小球 零 加油 進去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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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采 手拳放在他們身上去做到 傳導跟引導還有出力 周桂宇描攔之後 那一步中距離投射 把射程給拉近 七七比六九 汗洋事實上在下半球的失誤次數不少 剛才是直接發球 發到了 十大的手中 不過 給他太多的空檔 造成的傷害 只會是自己成熟 這邊 榮毅森 跌跌撞撞差點暈掉 好球 反而變成助攻 對 還是給他 還是要給周桂宇 哇 哇 哇 這個球 勢大依然掌握球權 兩分差 如果這一球沒有犯規 或者一些防守端的一個 辯證的一個策略 其實勢大反而是可以多晚時間 雖然是勢大距離要強攻 蘇士圈在左邊的上 同時也代表比賽結束 花碎在真正比賽 看進了七個三分 他的三分血 從第一節開始的第一秒鐘 到最後一秒鐘 都帶給了師大很大的威脅 對 不過倒是師大 我認為在決勝期 包含了像周桂宇 甚至到蘇士軒跳出來